今天早上這個事情 我看第一篇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一個感覺 直到今天這些錯誤我還在犯 所以我這麼講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我已經服侍 你看我老大都已經23歲了 即便我服侍這麼久了 從他生出我就開始進入兒童服飾 那現在在青少年服飾 偶爾也配搭兒童服飾 即便這麼長的時間了 剛剛Ricky迪翁講的那個錯誤 我還在犯 所以呢我就想著迪翁姊妹呢 這個就是為了鼓勵你們 不要太灰心 那我自己綜合了幾點呢 就是根據這些信息 根據前面幾天的信息 還有我自己的一點點的心得 那我就覺得說呢 這個所有的這個兒童服飾呢 第一個原則呢 就是呢 無論你不是的好或不是的不好 無論你覺得你講故事講的好精彩 每個眼睛都大大的跟著你 或者呢你講的時候滿場亂跑 你都不要失望 因為呢我們都是在錯誤中學習的 而且呢錯的越多 我們就會學的越多 Amen 如果我們都不錯 我們就會覺得 哎呀我這個能力很好 我又會講故事 又會唱又會跳 你就沒有什麼可學的了 就是我們不會的時候呢 我們就真是會呢 到主面前呢虛心的感覺 主啊我需要學習 Amen 我很多的時候呢這個我記得 這個在這個兒童過程中 學服飾兒童的這個過程中呢 都是因為呢主日呢覺得非常的失敗 非常的挫折 這個回去的時候就會跟主說 主啊撞破頭也要想 到底怎麼講故事 他們會看著我Amen 到底啊這首詩歌要怎麼唱 他們才會願意起來 而且呢真的唱到裡面去 所以呢這些過程呢 這個我都經過 那你知道我們失敗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裡面的把握呢 真的不是我們自己 我們失敗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教的好 會教的不好的時候 特別是教不好的時候呢 我們裡面的把握呢 就是因為呢我們裡面呢 有著神聖的生命 那你知道神聖的生命 實在是可以做無限量的事 Amen 主的 主自己 實在是最活潑的一位 Amen 主是喔 滿了呢 這個活的因素 Amen 所以呢我們這些墮落的人呢 就是很 很死板 Amen 也很不靈活 然後呢也很老舊 那但是呢 孩子們呢他們是很新鮮 他們很活潑 所以主一直說我們要 回轉向嬰孩 所以呢 做兒童老師呢 在我自己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我需要回轉向他們一樣 因為我們呢 我們的這個觀念裡面呢 都是呢 我們這個 從小到大 我們已經接受好的這個支持 所以我們 我們一要上來 我們一要講課 我們一要教呢 我們所有 所有這個 按著我們成人的這個觀念呢 就通通都在裡面了 但是呢 我們呢 會常常忽略到 忽略掉呢 他們是孩子 他們是孩子 為著呢 要呢 這個 把課交出去 你要把你的負擔交出去 第一件事 我自己個人 我就覺得 很多的時候呢 就是回轉 像他們一樣 像他們一樣 像他們一樣的想法 你會很難想像到 孩子很多的時候 他所想的 跟他所推理的 不是我們所推理 也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所以當我們回轉以後呢 主真是會按著他的新鮮呢 還有按著他那個 生命裡面的活活呢 供應我們很多 這個 我們所想不到的方法 或者是呢 這個所 這個 按你的頭腦 沒有想過 用的方式 可以把你的課程 交出去 雖然說 training 很多的地方 一般我們都是想說 我們到底要學 怎麼個講法 學怎麼個教法 但是呢 有一個focus 還是非常重要 就是呢 這個我們所注意的中心 就是 人自情 是孩子本身 不是這些方法 不是這些教材 甚至呢 連那些 practical 我們一直有時候 我也很 很這個 會很想說 哎呀到底這一刻 到底什麼是可以應用的 想了半天 想了半天 有時候你就是覺得 哇 這麼小 這個大樹的掃 哪有什麼可應用的 你真是覺得 哇 真是覺得 這麼一個 這個 被主 得著一個人 這麼被主使用 你到底有什麼東西 真的想 什麼practical 可以在孩子們身上 可以用呢 你有時候你真的是想不出來 那但是 不要因為這個樣子 就 就說那今天糟了 今天我到底能怎麼樣 能怎麼樣 你只管去 去 因為你的focus呢 不是在那些 姑且說 不是在那些point 你的focus 還是在這些 一個一個孩子的身上 Amen 你只要有心 為著他們 而且呢 愛他們 關心他們 好 願意呢 牧養他們 願意餵養他們 那你就一定會 藉著這些課程 得住他們 因為 你去的 就像媽媽Ricky說的 不是你所說的 是你這個人 Amen 甚至當你站在那裡 你跟孩子們在一塊的時候 事實上你給他們的 都是你這個人 Amen 你講的如何 你這個 故事呢 高潮也起呢 很好 但即便不是 你這個人 是對的 他能夠感受 你真是愛他們 你關心他們 他們 一定會 從你這個人身上 得著 你所要撒的種子 所以 那 因為我自己呢 一直都不是比較小的 好 我先說說 為什麼我一直不是比較 小的年齡呢 藉此機會我也是想 鼓勵爭子的人 一般來說呢 我的父親都希望跟孩子 一同成長 就說你的孩子在Totter 你就想 我就從Totter教 然後上了Kindergarten 我就從Kindergarten教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你就一路上去 嗯 一面來說 好像很好 但另外一面來說呢 其實呢 這個 主日呢 就是兩個小時 真正呢 你對你自己的孩子 屬林的養成 跟屬林的教育呢 其實都不在主日 我想上次你也看過 在哪裡呢 都在我們的家庭 生活裡面 所以我蠻鼓勵 如果電翁子們們 特別是年輕的 除非 你的孩子是 你非去不可 要不然沒有人 你搞定他 要不然我就鼓勵你 不要跟著你的孩子走 因為大部分呢 電翁子們的經驗就是 你去了你的孩子 就是教室裡 最調皮的那個 對 所以不要跟你的孩子走 另外一面呢 這個 我自己 我也覺得 接受一個託付 為什麼固定的留在一個年級呢 因為我可以累積經驗 有一天你就真的 可以有一點東西 可以幫助人 可以幫助下來的電子們 因為每一年級一直走呢 你等於每一年級 你都在學 你一直在學 等你好不容易學會了 哦對不起了 已經兩年了 我又得升上去了 哦 你就又從頭學起 所以我一直接受一個託付 一直照顧 年紀比較小一點的 就是我一直覺得說 我還有可學的 我還有可學的 這些孩子們身上呢 我覺得 一直都累積 然後呢 每一年有人 新的進來 我就有負擔 帶著一個姊妹 就像剛剛RickyBeyong說的 不是專家 但是我願意帶著一個人 哦 我願意再 陪一個青少年 他進來 他是新的 我陪他 哎 好 所以如果 弟兄姊妹們願意的話 我是其實很蠻鼓勵你們 留在一個年紀裡面 好 叫你呢 這個 不光 這個 造就你自己 好 造就一些呢 接下來 新進來的 這些 新的姊妹 那 當你去到一個 這個服飾裡面呢 我剛說 以人 人是 這個 這些孩子們呢 就是我們的 focus 所以呢 這個 如果是他的了 那你肯定 說話一定要蹲下來 對不對 好 要不然他們看的就都是我們的腿 好 你一定要 眼睛是注視他們的 我會喜歡在聚會的時候呢 不光聚會那兩小時 不知道這事情嚴重 對 不光在聚會的兩小時 這個 講故事給他們聽 跟他們一起又蹦又跳 好 跟他們 這個一起 呃 這個玩 好 而且呢 我也喜歡在呢 這個 吃飯的時候 還有呢 平常聚會的時候 好 跟他們有許多呢 這個 個人的接觸 對不對 其實我們的主義也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 只教課 這個 你知道孩子們最喜歡的就是媽媽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照顧他們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來到這個 呃 主日的這兩個小時呢 我們不是只做老師而已 我們實在是牧人 有沒有 牧人呢 我就想 弟兄怎麼可以操練 甚至呢 你在 在這個走廊上 我們主日來了呀 或者是呢 中午時間啊 吃飯的時候 走過去 摸摸那些孩子們的頭 我問問他 他今天吃的好不好 他喜歡吃什麼 好 這些都會幫助 這個 你呢 每次主日看到他的時候呢 你跟孩子們 是親近的 是親密的 Amen 而且呢 你了解他 你可以更多的了解他 了解一個孩子 幫助我們 當我們在講信息的時候呢 知道 從他的臉 你就知道說 這一點 他裡面有感覺 或者是呢 他皺眉頭 你知道說 哎呀 他可能 待會會後 你順便還找找他 然後你一面講的時候呢 眼睛還得看看 因為你在講故事的時候 可能兩個人在那裡吵架 可能兩個人在那裡 坐在椅子上 你推我我推你 你待會會後 你還得要去關心他一下 嗯 這樣子 好 那這是這一個 那我們講故事有什麼技巧呢 嗯 那個 這個第一篇呢 這個Ricky弟兄就說到 這個Attention 要抓住孩子的Attention 但是 只要呢 是做了 母親 好 特別是我想在這裡有很多母親 那我就鼓勵你們 你們最好的練習的場合 就在你們的家裡 來抓住機會跟你們的孩子講故事 而且呢 在家裡呢 這個又沒有人在 所以呢 你用什麼表情 你用什麼動作 你用什麼 什麼各樣呢 都是你很好發揮的時候 那就是你最好練習的場地 如果你的孩子都聽了兩個眼睛 瞪的大大的 那你就想來到主力呢 他們肯定也可以這樣子 好 那是一個很好練習的場合 那 那這個 故事 這個許多時候 因為很長 就像剛剛紀念子妹說的 因為你每一個年齡都不一樣 所以 所以真是不需要呢 從頭到尾都說 嗯 好 如果是他的了 只講呢 你覺得 哪一個部分 對他們是最容易理會 而且 最容易呢 抓住他們最容易的 好 那 那這個 唱詩歌呢 也是一樣 唱詩歌也有很多的方式 那我們中間呢 總是想說 這個唱詩就是 站起來唱 做下 不 就說唱 唱唱唱唱 孩子們在教 我們就唱唱 很多時候老師們呢 可能沒有注意到說 孩子們下面已經都鬧翻天了 我們還在上面 唱啊唱啊唱啊 或者是呢 孩子們下面已經呢 都已經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在那裡講啊講啊 直觀講自己故事 因為已經緊張不得了了 所以 趕快講 講完 下面鬧 待會再說 就是講啊講啊講啊 好 這個也是我們 可以避免的 即便是這個樣子 很多的時候 你就 叫那個孩子的名字 好 叫他們的名字 特別是那一個呢 你覺得容易調皮 跟容易搗蛋的 好 叫他們你的名字 叫他們 叫他們 可以多參與 叫他們呢 使他們呢 這個教室裡面呢 一個 一群孩子裡面 總有兩三個你知道 你抓住他 其他人都會搞定的 你就學著呢 多跟那個孩子親近 多抓住他 好 甚至於呢 特別調皮孩子 有時候很可能呢 成為你最大的幫手 因為他是帶頭的 他乖了 他說 對 我們就是要這樣聽老師的話 其他人都聽了 好 所以呢 教室裡面你去了以後 你久了 你總會知道哪一些孩子 好 一兩個孩子 是你首先呢 需要呢 跟他建立良好關係的 好 就是啊 先要得住他的 那唱歌有很多 呃 這個唱事方式 因為孩子小 大部分 因為我知道我剛剛說的 我的孩子 我一直都在 比較小一點的年齡 所以呢 我喜歡孩子們呢 特別是小 小的孩子不可能一開始就 封著這些歌詞 所以呢 你唱歌你可以呢 先讓他們熟悉調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唱 像我唱完以後 我就說 OK 現在我們呢 我們是用啦啦啦啦來唱 我們就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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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這樣唱 或者是呢 OK我就問說 OK 那辛比你喜歡唱什麼 他說 我想要唱 嚕嚕嚕嚕 好 我說好 現在我們唱嚕嚕嚕嚕 你就呢 全班講的時候有十個孩子 好 每一個孩子呢 都有參與 每一個孩子你都問 那好 現在我們換Sara Sara你想要怎麼唱 Sara說我想要 我什麼都不想唱 那我們就說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陪Sara 什麼都不想唱 把嘴巴閉著 嗯 但我們還可以 哼著那個音 再唱一遍 就是呢 藉著這個呢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參與感 好 那第二個呢 越小的孩子 其實大的孩子也是這樣 只要是六年級以下的 他們呢 都滿了活力 所以盡可能呢 讓他們 有一點動的機會 好 動的機會 動的機會就是 站起來坐下去 站起來坐下去 好 或者乾脆就把椅子拿開 唱歌 其實有時候 很多時候是不一定 需要有椅子的 好 我們可以圍著圓圈 啊 牽著手唱 站著唱 走著唱 甚至呢 坐成小火車 在教室裡 圍著唱 怎麼唱都行 只要把他們唱進去 就好了 好 活活活一點 因為孩子們 他們實在是 他們實在是 孩子 他們就是孩子 不是像我們 好 我們就是想說 我們的想法就是要 揮揮去做故事 好 我再講一點點就好 說故事呢 嗯 當然我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 呃 不光是要說 這個 這個 事實 事實 一定要說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也聽過 姊妹們說 夏娃吃了什麼 小朋友就說 蘋果 沒有 聖經上 你們說想要吃蘋果 沒有 嗯 然後呢 還有什麼人就說 後來 還有就說 老師就說 農曉就被什麼吃了 鯨魚 哈哈 農曉是不是被鯨魚吞了 No 對 我就說這些細節 事實要講 對 哦 不講 聖經上 所 沒有的事實 Amen 哦 果子就果子 小孩子們可能不領會 不能 領會 知識上惡數的果子 哦 那你就說 果子 小一點的 那個果子 是呢 這個 耶和華神說 我們不能吃的 哦 你就說果子 也可以 但不要說 蘋果 像所有的孩子們都記得蘋果 哦 instead of 記得他們到底吃了什麼果子 還有挪亞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呃 這個 他就是 對 他就是被這個 鯨魚吞了 哦 所以事實一定要講 那事實講呢 也有一些事實呢 的細節呢 是很容易抓住孩子的 tension的 就像剛剛 上一回Ricky 講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例子 齁 那個四個朋友 從屋頂上下來 這就是有些故事裡面的細節 一些detailed detailed 一些事情 像我小 還是想的時候呢 我就特別喜歡跟他們講 一百隻羊 這個一百隻羊裡面缺一隻呢 我不曉得講了多少遍 但是呢 每一次呢 都可以講的不一樣 因為有 因為呢 那個細節可以變 那細節 大部分的focus 到哪裡呢 就是那一頭羊 有多調皮 呵呵呵 這個調皮呢 都related to他們最近生活裡面的那個調皮 所以每一次都可以講不一樣 所以他們聽完都會覺得 哦 我就不要做那一隻羊 你看那一隻羊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丟了 但是還好 感謝主耶穌把我帶回來 所以他們就會很後悔 他們做那一隻調皮的羊 這個就是細節 細節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可以發揮的 那 那還有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的這個 這個 東西 對不對 也像Ricky 所說的 我們的確可以用一些的東西 用一些的東西來吸引一下孩子們 在一起投的時候 然後呢 藉著這個呢 抓住孩子們的注意力 好 抓住孩子們注意以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 說你所要說的 謝謝